警方全副武装攻坚帮派堂口 这个黑帮组织以无姓祖贤为首 涉及多起暴力讨债与恐吓行为 不过刑事局进一步调查发现 他竟然还勾结中华民国赡羊展望协会 阳性负责人 指挥旗下小弟假扮志工 在捷运站出入口及医院寺庙等人潮众多的地方 向不知名民众劝募骗取爱心捐款 阳性负责人则按月缴交保护费 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狠绕430万元善款 无姓嫌犯是以方派会长自居 招揽群众 招揽旗下小弟 然后对一般民众以债务纠纷为由 实施暴力讨债 致使民众遭受生命财产之危害 另外在调查发现 该会的张信副会长 发现到爱心团体利用假券木 来进行诈材 发现可以利用爱心团体券木之行为 取得不法治利益 税与某爱心团体张信负责人结合 向主管机关申请街头券木 在捷运站寺庙 医院等地 派遣志工前往向一般民众劝募 那取得不法利益 甚至将旗下的小弟 从党假志工 然后也是在街头进行劝募 那经调查在该爱心协会在 111年的8月到110 111年的9月到112年的8月间 公共券木不乏所得有达 新台币430万元 警方经过二波搜索 具体 逮捕无姓主贤等9名暴力讨债集团成员 及假券木 真诈材的张信主贤 与展望协会阳性负责人等人 同时起出电极棒 模拟枪 棍棒刀械 及券木箱与志工背心等 警方已经将全案 依违反组织犯罪仿制条例 及加重诈欺罪等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设诈的帮派副会长张信主贤 及展望协会阳性负责人 被法院采定积押禁件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